非常的多 那我這個是放在六支二 那裡面的話這邊有個連結點進去 裡面的話就會有一個 有RIP 也有那個什麼傑森 所以傑森點開來你會發現一樣是一個什麼 這個中瓜湖 所以呢中瓜湖裡面怎麼樣 所以一個串列 串列裡面呢 它放什麼 放大瓜湖 大瓜湖從哪邊到哪邊 哇好長哦 這個可能藍位數非常多 而且它還有精緯度 有沒有精度緯度 然後到哪裡沒有結束 一筆字要到這裡 它藍數太多了吧 所以理論上 可能像這種資料我們可能會抓什麼 抓其中幾藍資料 比如說哪一個站點 剩幾台車就好了吧 其他有些 那可是像這種站點的名稱它有英文說 也不過它有說明 所以總共的話這個是SNO是站點的代號 SNO是中文名稱 然後呢什麼站總停留 總格數 然後可以借的 這關鍵地方 所以其實理論上 你大概就顯示什麼 顯示可借的就好了 所以未來是不是可以 我覺得這東西真的是可以結合手機AF 而且可以更簡單一點點 你就是到哪一個站 或者是你現在 甚至有時候甚至不用操作吧 就是什麼 直接告訴你 你附近的U-buy 最近距離的U-buy 有沒有車就好了 有車有幾台車 顯示出來就好了 不然有時候說是你要查半天 你還不一定查到你想要的訊息 類似有這種相關的應用 然後還有什麼呢 可以還的等等的 這有些可能不是那麼重要 那這個部分的話呢 也許請各位可以再把什麼呢 這個 這個 U-buy的這個 把它再寫到Data Base吧 OK 比如說這資料抓下來 然後有Jackson 有XML 有CSV 所以你用XML點開來 這個也跟我們剛剛那個蠻像的 它 只不過呢它最外面這個路程 叫Data 所以名稱 也許你可能要改一下就好了 這個Data裡面呢 就有個Raw Raw的話就有點像列吧 所以它名稱改一下 裡面就有Data 有沒有這些Data 但是如果說你要的資料呢 只是某幾欄的話 其實你可以用什麼 點Find就好了 有沒有Find哪一欄的名稱 Find哪一欄名字 它就把那幾欄的資料呢 幫你把它找到 然後丟給你 那你可以做後續的處理 其他的話還有像什麼CSV 所以這邊也有CSV 點開來 CSV出現 只是它這個CSV 好像有點怪怪的 它前後都幫 還幫你自動加上雙引號 所以反而麻煩 因為最後你還要把那個雙引號拿掉 你可能不算簡單 你可以用Strip Strip 就把前後的雙引號拿掉就好了 OK 所以這個可能因為跟前面的 練習題也蠻像的 然後請各位自行再練習吧 反正最後就把它寫到資料庫裡面去 然後 但是裡面會有一個問題 好像會有一個什麼 就是 它多了 在它的這個裡面 資料裡面好像多了單引號 那因為單引號是保留資源 所以好像讀取的時候 之前有同學練習卡住了 所以後來我跟他講說 你只要replace 把那個單引號拿掉就好 OK 就是多一個replace有沒有 那個地方 因為同學好像卡了好多天 最後實在受不了 然後求救 幫他看 原來你裡面有那個 錯是錯在有單引號 所以你如果來源資料裡面 有一些保留資源 也沒有辦法直接寫到資料庫 你必須要先把那些保留資料 像單引號 像雙引號 像什麼斜線啊 有沒有 那些東西你就不能夠直接除 你就要把它拿掉 或者你把它取代成另外一個 不是保留資源 OK 那這個地方 或者把它取代成底線吧 我一直強調 如果你要用符號 最安全的就是underline 底線 其他都不要用 OK 然後這邊的話 大概有一些 之前做過的 所以提供的各位參考 那另外還有更多 網路上有太多太多這種類似的資料 你都可以拿來應用 所以需要花一點時間 去把它玩一下 那接下來的話呢 後面還有就是六支三 六支三的話呢 實際上就是可以怎麼樣 可以直接拿什麼 拿那個雲端資料當來源 也就是說如果你將來 你要提供什麼呢 提供CSV 或者提供檔案給人家讀取 因為現在都是我們去讀人家的東西 那如果今天你需要 你是來源 你是給別人的話 那你要怎麼去產生 Json CSV或XM 像這樣的檔案給人家 那其中有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就是你不用架站 以前的話 人家要架一個伺服器 然後把檔案放上去 定期更新它 但是如果說你今天 你用那個什麼呢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你可以直接拿 像我這邊有一個試算表 Google試算表 我前面好像有跟各位講過 你可以用Google試算表裡面 有一個很簡單的功能 你就可以達到產生 比如說像那個Member 學員資料這個好了 那這個資料是在我的雲端硬碟裡面的 這個裡面的一個試算表 那如果說我要把它拿來當成是CSV的來源 很簡單喔 你只要學會一招 檔案裡面有個什麼呢 叫做發佈到網路 這個地方的話 然後他問你說你要發佈的是哪一些範圍 你就可以發佈一個工作表就好了 那你要發佈成什麼呢 你就把它改成CSV 特別注意喔 這個工作表就會自動變成一個CSV的來源喔 所以我把它發佈一下 比如說這邊好像已經有發佈了 我把它停止一下 我重新發佈一下 再把它發佈 發佈哪些呢 發佈這個工作表就好了 OK這個工作表 好把它發佈 那你會發現他會問你要不要發佈之後 上面就會產生一個CSV的連結 那我把它複製之後的話 基本上將來你就可以把它放在你的網站 也類似像他們這樣的方式 你就可以把它貼上 你如果按Enter會怎麼樣 有沒有發現下方就會自動去下載這個CSV了 沒有沒有 那當然就在這裡 就這個檔案 OK 不過呢因為是那個Google產生的 所以是UT28 那用Excel開會是亂嗎 那所以將來這個網址怎麼樣 你也可以給別人 別人一下載 那就可以拿這個連結 拿去做什麼呢 他要去用的用途 OK就類似像你提供一個開放的點 你就不用架搜尋 譬如說之前都用別人的 現在就是你提供的 所以最簡單的方法不用架站 那以後如果你要更新資料的話 特別注意喔 你就直接怎麼樣 在那個Google試算表上面 直接做更新 有沒有更新完之後 你也好像也不用重新發布 因為我們剛剛有看到有沒有 發布到網路這邊有一個什麼 內容有所變更時自動重新發布 有沒有 但是這個功能我試過 它如果你變更之後 它不會不是即時的 它可能會延遲個至少一分鐘吧 就是說一段時間之後 如果你裡面比如說改了一些東西 像這邊的話 假如說它的手機變動了 比如說007變700號 OK 那它不會說馬上 馬上就變更喔 它可能就是大概隔個一段時間 大概一分鐘以上吧 它就會做更新的 OK 也就是說變成你就是發布者 那你的資料都在雲端上面 所以以後你就更新這個試算表就可以了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那這個好處就是說 你就不用自己再架站 OK 那有同學說 老師我自己架站也還好啊 可是跟各位講 架站沒那麼單純吧 因為第一個你要搞定很多事 像剛好同學問那個顧愛的問題 不過大家我非常鼓勵 你一定要有自己的網站 有跟沒有還是有差 如果人家問你說你網站熟不熟 還是熟 有多熟 那你要證明一下嘛對不對 比如說你要給他看嘛 就像說你要跟什麼 跟某個真手很熟 你要有合照的照片嘛 你Google一下嘛 或者是說你輸入哪個網址 就可以到我的網站上 我有放什麼什麼東西 至少你有網站嘛 有網站跟沒有網站還是有個差別 這就是你的架設的東西 只是說你下次網站會有很多的風險 包括就是說停電 你是要用你的不斷電系統 然後如果有駭客入侵 對不對 或者是說中毒等等的 那些你都要考慮進去 而且網站不是說你今天要開就開 明天要關就關 有時候連得上有時候連不上 那誰要連 所以一定要強調它的穩定度 等於是說你要開了 你就要讓人家 所有的時間都可以連得上 如果你要維護你要公告 你不能說隨便shut down就shut down 就連不上 那這樣人家就是說這什麼 所以倒不如呢 像我以前的感覺 還不如直接放Google雲端上面 來得穩定 而且又不花錢 你什麼都不用管 所以有的時候 不是說你一定要 什麼事情都要自己駕站 才能解決問題 所以要懂得利用有一些現有的資源 可以達到你要的目的 所以這個可能要考慮一下 所以在6-3的部分 我就是提到可以利用雲端硬碟 來當成你的CSV的來源 所以這部分請各位自己看試試看 自己找一個檔案 然後做練習 另外有一點就是說 如果你沒有 你可以直接拿Excel檔 直接傳上去 而且特別重要 如果你要把Excel檔案傳上去的話 你可以從雲端硬碟上面做個設定 這邊有個齒輪 記得這邊有一個叫什麼 轉換上傳的檔案 記得我建議是打勾 因為這個打勾 因為這個打勾 意思是說它可以自動幫你把Excel檔 自動轉成什麼 轉成Google的格式 如果你這個沒有打勾的話 你傳上去就還是Excel 它就會幫你把什麼 把Excel檔案 直接轉換成Google的試算表 你就可以直接發布了 所以以後如果你遇到什麼 你Excel檔 要直接能夠變成一個網路來源 網路的一個CSV的來源的話 很簡單 就是直接把Excel傳上去 但這邊記得打勾 然後它就自動轉換之後 再發布就可以了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你們看一下有沒有網路 你自己的電腦裡面 有沒有Excel的檔案 如果有的話 你就試著把它發布看看 然後再去給其他人去用Python去抓抓看 我看我電腦裡面有沒有類似 有沒有這種 如果有的話 如果沒有 你乾脆就是拿什麼 拿一些其他的這些檔案 把它拿來做成Excel 有沒有類似Excel的格式 如果沒有的話 我看好像我銀端上面有沒有辦理檔 也可以拿來列席 這邊有辦理檔 辦理檔裡面的話 這邊也有 這個 這個有Excel 比如說Excel這個 我已經轉過了 這個隨便下載就好 下載 這個下載完之後 它自動會幫你轉換成Excel檔 你把它開起來 這個就Excel檔 如果你要把它丟上去做練習的話 那你就自己在你的雲端硬碟上面 再開一個空的檔案 像這個現在是Excel檔 如果我要把它變成那個 就是我的那個Google的試算表的話 我這邊一個Temp 我就丟到這個Temp 記得這個齒輪的地方設定 一定要這個要打勾 第二件事情的話就是 你可以直接把這個檔案拖拉上去放開 它就幫你轉換了 轉換完了 確定說 它如果長得像這樣子 就是說它的圖示 是這樣子一個十字 有點像十字 這個就Google試算表 OK 像這個的話 一個XX就Excel 這個是沒有轉的 差別的 當然你就可以利用它了 比如說你要發布的話 點開來 比如這個大型試算表的範例 那你打開來之後的話 像這裡面的話 某一個 比如說這邊其中一個範例 你要能夠讓別人可以去下載 你就會發布一下 這邊就有個發布到網路 然後你可以試著怎麼 把它發布練習看看 畫面 試一下 沒有切 試一下 發布到網路 這個功能我是覺得還蠻好用的 提供給各位參考 這個講完之後的話 再來我們就要再看六支四的部分 所以待會的話 請各位到雲端白板裡面 再來就是六支四 如何抓網頁資料 HTML OK 那我們先 試一下 試一下